海底世界里悠游的鱼群只是配角 海草覆盖着的沉船才是焦点 船剩120公尺 隶属英国皇家海军的战舰 威延号涌成海底 让时间就此停留在1915年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 协约国对鄂图曼帝国发动加利波里战役 目标取得连通爱琴海到黑海的海峡控制权 双方基站近11个月的结果 多艘船船舰遭到击沉 达达尼尔海峡成了海底坟场 厄图曼帝国当时抵抗外国入侵 至今仍是土耳其最骄傲的一页历史 土耳其在前年规划沉船区域为海底历史公园 以水下博物馆的形式对外开放 园区里14艘沉船大致保持良好 沉船的地点分布在水下7公尺到72公尺之间 参观民众必须潜水才能看到沉船的遗迹 这让人更能亲身感受到当时世界大战的氛围 作战时的压力和船舰沉没瞬间的惊恐 也反思战争带来的代价 中央社综合报导